本港楼市自3月中以来走出谷底,楼价与成交量都双双回升出现小阳春,反映二手楼价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由低位反弹于3%,市场出现连环破顶的报道,但与此同时亦不乏洩让成交的个案,仿佛处于平衡时空,有趣的是,看好与看淡者分歧越来越大。 我们该如何解读这种情况?大家都应该知道,YouTube及Facebook等社交媒体的演算法都会按用户的观看记录,来决定推送哪些内容或插入什么广告,由于多数情况下大家都只会去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。 本来这也是十分正常,但如果是以这种方式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就可能有问题。 例如你对未来楼市看法悲观,很自然就会找一些相关的资料以支持自己的想法,形成确认偏差,而每一次看到楼价大跌的预测就会加深自己的信念。 不过,事实并不在乎我们的想法,又或者说事实只会奖励按事实行动的人。 若个人想法与事实有差距,就会受到惩罚,不者认为看报道指示吸收市场资讯的其中一个方式。 还有其他渠道可能会令你更加容易获得接近事实的资讯。 例如亲身去看楼,已了解楼市的实际情况,另外,亦可以观察一些具体指标如中原股价指数,来判断大市的乐观与悲观程度,松而掌握更有利的入市时机。 由于疫情关系,今年首季一手楼成交近乎冰封,因此自上月疫情开始缓和后,发展商变积极推盘已追回今年销售目标。 由于买新盘对地产经纪来说可以省却以价的功夫,因此多倾向游说客人买一手楼,加上新楼及半新楼配套设施教家有助提升生活质素,楼价升福教可观。 例如近几年的康城及将军澳南,形成了新兴中产区,当然,这并不是说三十年楼零以上的二手楼没有市场。 重点是整个社区的配套及变化,市场喜欢新发展区的二手新屋苑多于旧区老牌屋苑。 前者交投亦往往较活跃,而市区旧楼一般较少买卖,出货难度也相对高,特别是裁业plan放宽按保留价上限后,似乎细换大及旧换新已成为一种趋势。 至于上文提到破顶与涉样成交同时出现,除了要留意所涉及的物业种类外,买卖的时间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。 例如在2019年年中高位买入,与2019年年初的低位购买已经有很大分别,又例如在今年3月初买楼与现在售出,价钱也可以相差不少,不者认为市场仍在观望外围局势。 中港动态清零防疫政策,经济与股市表现,一手潜在供应以及美国加息的影响,估计二手成交减少的情况会持续,而二手楼价则视乎地区,新发展区新式屋院要会跑赢,整体楼市走势保持平稳。